欢迎收看金灵天下高通膨的问题 是不是一直都迟迟没办法解决呢 MF现在市井了 那么认为说市场对于通膨回落 到目标的时间表 其实是太过乐观了 那么认为说 现在会以比较慢的速度回落下来 但是货币政策还是必须要维持收紧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可能还是得要持续的升息 另外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中国总理李强在夏季达伯斯论坛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中国经济在今年回升向上的态势 他认为是比较明显的 预计在第二季的增速会比第一季要来得快 那么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 可以达到5%左右的一个目标 另外反观在台湾的部分 经济部所公布了在5月份的工业生产 跟制造业指数 那么因为终端需求 还是呈现比较疲弱的一个态势 所以工业生产指数年减达到了15.73% 那么包括制造业生产指数 目前来看已经是连续12个月出现了负成长了 那么到底接下来这个景气要如何来做观察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肥豪大家好 产生专家游婷好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李永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王兆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廷浩 我们看到美国科技股在昨天是下挫的 但是银行股反倒是普遍表现 是比较收红的一个情况 感觉银行股现在好像有比较乐观一点点 但是叶伦却说 在今年可能会有更多的银行寻求合并 就是说还是有未报单 没错 虽然昨天稍微银行股有点拉抬 但问题是上礼拜跌了6% 投资朋友都知道 基本上银行股在本轮5月份到6月份的 牛市拉抬过程当中 几乎对于市场是毫无贡献的 那它根本就没涨 那它没涨还跌那么凶 这说明其实对银行业 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隐忧的 尤其这一次财政部长叶伦 直接特别提到 有可能会有更多银行 在2023年寻求合并 那就说明这些银行遭遇到利率冲击之后 所产生的债券减损 或者贷款量的萎缩 或者我们看到最近有很明显的存款外逃的现象 都可能导致这些中小型银行撑不下去 那如果中小型银行 它占市场的市占率比较小那就算了 问题是美国的中小型银行 占整体美国的商用不动产贷款 或者是房屋贷款比例又特别高 所以它又是一个会触及到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这就让我们市场上其实非常的尴尬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联准会 会选择在目前暂停升息 但是还是不排除再升息的原因 不排除升息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可以观察到 纳指和标普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全收复了去年三月份 升息以来的所有跌幅 就是升息是为了要抑制风险资产 结果现在升息新生了500个基点 结果股市已经全部涨回来了 那现在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现在标普摆指数的涨幅的板块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通讯服务类 或者是消费性电子产品 涨幅有三成 可是有70%的板块 仍然处于收跌的情况 其中跌幅相对比较重的 就是属于金融资产 标普摆指数 今年涨幅从年底 应该讲从去年年底以来 涨幅已经高达两成多了 已经完全进入到 技术性牛市氛围 结果金融股到目前还是收跌的 所以联准会在怕什么 他不是怕纳指会不会跌下来 纳指已经涨很多了 他怕的是KBW指数 会不会再破底 他担心的是银行的危机 现在面临更大的未爆弹 是马斯克过去所提过的 商办控制率大幅的飙高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缓解 美国的商办控制率 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 大概是接近在7%左右 也就100间办公室 大概有7个位置 是属于空下来的 可是我们现在观察 包括奥斯汀 云士顿 达拉斯 芝加哥 洛杉矶 整体办公室的职位空缺率 大概都是在两层上下左右 尤其比较严重的是旧金山 旧金山目前是两层六 最近有一个同学 才从旧金山回来 他说那边CBC地区 真的很恐怖 因为都没有人在工作 都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头 街上的流浪汉水 真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办公室的控制率很高 对 那办公室控制率很高 跟银行业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对台北来讲 像台北 台北的商办租金的收益率 是非常之稳定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台北的商办是租不掉的 它是非常稳定的 这个收益的固定资产 那现在问题在于 如果空置率这么高上去 本来是7% 现在变成25% 26%的话 很多的固定收益 我那时候跟你说好 保本性的资产 我现在没办法配这么多 写给你了 金融业的压力 就会持续的扩大 所以我们基本上 可以观察到 目前美国经济有没有问题 美国从科技业 从总体经济 加上服务业的缺功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轻度衰退 或者软着陆的机会是高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弄巧成熟 变成重度衰退 它就取决于一个因子 就是这些金融业 熬不熬得过 这么高的利率水平 好 不过我们说到 美国联准会 还是持续在打通膨 所以接下来 有可能会继续采取 升息的动作 那么现在大家也在担心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真的就面临到 经济衰退 尤其我们看到 殖利率曲线倒挂的情况 一直都在持续 我们应该从股价 和从经济的表现 两个层面来做思考 其实这一次NLIV POS 它在年中的调查 就特别显示了 目前80%的受方者 都预估殖利率倒挂的现象 可能一路到2024年 你可以观察到 大概46%是认为 是明年上半年 34%大概是认为 明年下半年左右 换句话说 殖利率倒挂 它是经济衰退的前兆之一 但是殖利率倒挂 在过去的经验显示 它有可能倒挂两个月 经济就衰退 有可能倒挂两年 有可能倒挂三年 所以我们只能说 它有点类似于 引先指标 但它不是一个 即时的绝对指标 我个人认为 市场从过去几个季度的 极度的悲观状态 到目前 从前几个礼拜的 半行半行 到现在 已经有一点乐观了 所以这一波的股价回铁 我认为并不是因为 经济衰退即将来袭 而是什么 因为劳动力状况 其实比想象中还得好 真正这次的回跌 是市场终于乐观了 你乐观那就倒后给你 我们可以观察到 市场什么样的情况 叫乐观 从几个指标 第一个是针对市场 年底的利率预期的提高 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本来FedWatch认为 今年12月份的 年底目标预估值利率 是4.5% 大家认为会降息 一个两码到三码左右 结果现在 主要的投票群在哪里 是5.5到5.75 分别有3成5和3成4 换句话说 今年不会降息 70%的人突然认为 今年不止不会降息 还会多升息一码到两码 这足以说明经济 比想象中还要强劲的很多 那为什么他们认为 经济强劲股市开始跌了 因为你情绪开始乐观了 前几个月 你看到标普的净空单 都在持续增加当中 所以股市就一路 嘎到现在 但各位观察到了 过去四周 空单量是不是有 非常明显地减的迹象 在地减了 大家开始嘎到受不了 开始平仓了 放空的减少了 你开始转多的时候 股价就回跌给你看了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以机构投资者来看 是黄色区块 白色区块是散户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在六月份的操作 反而是加紧进行 国债的抄底 买债 而散户投资者 反而针对股票市场 开始做适度的抄底 好 不过刚刚请要挺好 我们说连散户 大家都开始买股票 都受不了了 赶快进去追的时候 是不是对股市来讲 反而是开始比较危险 刚才讲的是我的看法 现在讲一讲 跟我看法不同的人 比如说陈炎哥的好朋友 Michael Wilson 他就是标准的大空头 我们可以观察到 他始终认为 标普牌指数 今年年底会跌到3900点 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估值过高 第二个就是联总会 未来降息的可能性 其实他认为概率是高的 他认为降息的可能性 概率是高的 来自于经济恶化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呈现 刚才金融业是一个未爆弹 第二点是利率的打压 它的时间线 不会说今年升息 今年要涌现 很有可能是今年升息 明年升息的效果 才开始发现的 我们可以观察到 第一个要点 就是在标普牌指数当中 七支股票 这七支股票就是 标普牌指数最大的七支股票 像是苹果 Meta 辉达 特斯拉等等 平均涨幅的本益比 大概是30倍左右 过去中位数也才24倍 所以30倍算是蛮高的 剩下的493支 标普有500支股票 500支减掉7支 剩下的493支 PE ratio才17倍而已 所以他说明一件事情 目前其实有科技股 严重泡沫估值 泡沫扩增的现象 那有两种角度要它跌 第一种 因为PE ratio 是价格去除以EPS 去除以获利 要么获利要大幅的好转 要么股价就要下修 但是不管怎么看 2024年能够像2021年那样 有获利大幅度的暴增 把这么高的机器给拉下来吗 难度有限 就算有 它也是轻度的增长 所以这个时候股价下跌 而且EPS上升的状况 就有可能同时出现 所以不管怎么样 它都得跌 这是他认为股市 必须下跌的原因 第二点是通常我们看到 当纳斯达克指数 见顶之后的下沙段之后 我们会发现 按照2000年的经验 基准利率仍然会维持在高档 就跟现在有点像 很多人说 现在维持到高档不用害怕 它降行你才要害怕 但问题在于 股价可能会先跌之后 来一个死猫跳 来暗示你说 股价好像可以回稳 让市场的买盘 能够重新的进入 但这段时间 反而接下来 在升息顶段的下沙段 是特别明显的 所以如果你把纳指100 把2000年跟2022年的经验 来做一些比较会发现 的确当时下沙力度都很大 下沙了四成 去年是下沙了三成六 弹幅也很亮丽 当时2000年弹了四成五 今年已经弹了四成二 结果就是崩跌段 就是堵跌段 所以基本上 我们对于空头的角度 他的思考点也是有趣的 但我个人更偏向于 今年有点类似于 暖着陆或者轻度衰退的症状 为什么呢 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 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坚固 更何况 如果真的经济这么差 经济有问题的话 联总会就不可能 升息升到现在了 他也不会再释放 更多升息的讯号了 只有当他暗示着 降息周期有可能开始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去思考 到底经济 有没有出现一些些微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通膨要变通缩 就一线之间 崩盘就解决了 但到目前为止 联总会还是在乎通膨 多过于经济衰退 所带来的通缩 所以我反倒觉得 大家短期内 还不用过度的害怕 我们反而可以抓紧 这一波市场乐观 股价回跌的时候 来看一下 有没有部件的机会 刚刚停号到 我们看到 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美国股市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已经估值过高了 不过在美国联总会 依旧是把打通膨 视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一个回答 看起来似乎是风险有限的 不过我们看到 在中国大陆 则是面临到严重的 一个通缩的问题 像标普全球 就把中国今年的GDP 成长的一个预估 是做了下修 所以要请教陈彦 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除了如此之外 还包括他们现在开始 也开始闹电荒了 可能大家是想说 今年夏天缺电的噩梦 是又再度上演 好 你看标普 2023年的中国的GDP的预测 从5.5降到5.2 可是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蛮乐观的 对不对 那你看对明年来讲 是5%降到4.7 这当中他就特别谈到 中国目前经济上 最主要的问题是 消费者的信心跟房市的信心 让复苏失去动人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出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的外资来讲 他们面临的一个状况叫做 强预期落现时 也就是说他们原本预期很乐观 同年初的一个消费 然后后来发现 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 就过年那个时候 没关系还有5.1 那5.1来 我们节目也讲过 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没关系还有6.18 结果这个6.18 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强预期 我对预期我很乐观 可是实际上现实层面 很骨感 所以你看 为什么经济上率突然之间 你看现在走了半年了 它不是往上调 它反而往下调 代表而且甚至明年 原本大部分的路径都是 今年稍微调一点点 明年会往上调一些些 但是明年又往下调 而且比今年更加 很明显 没错 很明显就是消费者的信心也好 房市的问题也好 是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近期调降也不是单一的 就比如说只有标普 我们特别把它拿出来讲 你看高升也是6降到5.4 那时候高升真的很乐观 而且它感觉有点独牌众议 现在也没办法 而且所以你看它调降的幅度 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调降的少了0.6 你看这个都少0.3 然后瑞银也降 今年跟明年都是 然后野村也是 实际上我们在看野村 我觉得它 明年看得更惨 但我觉得它的预测 我觉得应该是 比较贴近真实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部分日系的券商 他们在预估上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你看它明年4.2到3.9 这个部分我觉得 就真的要特别注意 巴克来的部分是2023是5.2 所以这一次你看这个 大家就会说那到底问题出来哪里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它出了一个报告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 因为这一次的 夏季的达沃斯在天津举办 他们也特别提出来 说5个20% 不是好消息的20% 失业率20%我们讲过 企业利润率年减超过20% 地方政府出浪收入下降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那你现在大幅度的减少 你要从哪边去补 这件事情是很伤脑筋的 然后包括房地产开工面积下滑 那开工面积跟土地出浪 它又是结结相关 你土地出浪变少 就是因为没有人要开工 那没有人要开工 建商房子又卖不出去 为什么就反映到 刚才讲的房市的一个信心的比落 消费者信心的指数缺口高达20% 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宏观经济论坛报告里面 他提出一个建议 当然我不晓得荒谬不荒谬 那可能还有待 他们的经济学家去 大家来去讨论 就是一直到2035年 每年发现金1.5兆 就是发那个一年期的数位人民币 就现在没有所谓印钞票 现在就是数位人民币 我就发给你 每个人一千块 你们去花尽量 但是你那一年没到 那些钱就自动消失 因为那是数位的 明年你再发1.5兆 你就每年这样一直发 那他们认为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现在通缩 消费不正 那你会引发通膨吗 刚刚好 就把你原本要缩的那个部分 补回来 太好了 而且使用率搞不好才70% 一倍的这个成熟效果 他们认为可以提升 0.9%的GDP 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可见整个情况确实满严峻 当然在这个严峻当中 我们又很担心一件事情 因为你的经济的发展 你需要水 你需要电 可是最近这个四川又出现 因为现在是迅期 照道理应该是不会有旱象 可是现在就是反声音的现象 导致整个气候出现很乱的一个情况 好 结果你看5月份水利发电 年减24.4 云南降幅43 两个发电大省 好 我想大家可能不理解 因为他们就是靠水利发电 而且他们是西电东送 也就是说他们发的电还要往东边送 那如果这个水利不够我要怎么发电 你看去年云南送往广东 对不对 也就是广东的电有68是从云南来的 价比很高 而且接下来你6到8月的用电高峰 加上广东有很多的这个制造业 现在才开始要准备要动起来的时候 没电 你看去年 这个去年就发生过 只是在地铁 所以这是地铁 这个手都不要乱放 在乌七妈黑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双手举高 不然电一来的时候 会出现很大的误会 那因为现在水的问题 影响了电的问题以后 既然有一个公告 这是四川的一个 自来水公司的限水令 限水令一般来讲就是 你不要浪费用水 不要洗车什么的对不对 这叫限水令 结果他说尽量不要洗澡 因为洗澡不好 为什么一个月洗两到四次就好 夏天 为什么因为你洗澡 那个角质会被破坏掉 没有保护力 我看一看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我也就在想今年夏天 我是不是要早洗少一点 可是对于这些劳动阶级而已 你已经流那么多汗了 你还叫人家不要洗澡 很多人就说 穷到连洗澡都洗不起的时候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社会氛围 所以实际上 这个状况确实蛮严重 然后我刚才讲气候不稳定 不稳定不止干旱 也会突然暴雨 怕不怕你下雨 怕突然的暴雨 这个突然暴雨 既然导致这个麦 这个你看 这个农夫 他在看他自己小麦的时候 在那个影片当中 他就掉眼泪 你看 有没有哭 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的收成怎么办 突然的暴雨 导致这个卖力的收成都发黑了 就严重的破坏掉 可是现在不是要自己自足 对 粮食没办法自己自足 又要大量的进口 会不会又推升了粮食的价格 所以这种种看起来 确实有很多拖累经济成长的因素 有时候乌漏偏逢远雨 可是很多的原因是很早就电机在那边 不是突然发生 我们就讲 最近这个经济学人他就讲到 中国经济复苏步履 这个是念满山 育后不加 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房地产的问题 其实相当相当的一个严重 清零政策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下滑 其实在这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实际上房市不能一直涨 你中间一定要经历过一些洗盘跟修正 才能够房地产的状况能够更健康 日本在1989年当时的泡沫化 我们台湾也曾经发生过 1990那个时候 美国在2008年 其实房市都有一波修正 中国从来没有修正过 它的房价就是一直涨一直涨 所以没有人认为说房价是会跌的 可是你看这一波整顿以后 大家才发现说这个问题很严重 房价开始往下修正 所以大家开始没有信心 现在供期是远大于需求 可是今年还有很多房地产的债券到期 这个部分怎么办 我们当然会觉得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会不会只是在比较边缘的城市 二线 三线或是四线 可是现在发现说连一线也出现 就我刚才讲上海 我最近这个影片我特别看 因为它就整个走遍了 然后拍给大家看 我还特别看这是最近的 所以状况是有 而且包括在北京 然后甚至有人他在上海的房子 他想说掉价掉个百分之五 你就这样价一下卖 不是 这样的就是那个价格在上海 他两间房子要卖 因为他疫情过后 他就想说赶快卖掉 跑去美国还是什么之 结果掉了百分之三十 才卖出去 你看这个价格掉得很严重 低价转让 现在很多亿其实也都还卖不掉 对 那这就是一个 这个我们叫需求面 完全是消失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在上海的仲介 也很辛苦 因为你要维持客户之间的关系 他有个老客户 他要换房子 那这中间开火锅老客户 那这个仲介费怎么办 他说不然你就印那个火锅券给我好了 十万的火锅券 第一个吃火锅吃到什么程度 当然可以送人什么 他这一批火锅听说也印了很久 总算印好了 就是说你这个可以慢慢用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连仲介他也认了 要不然怎么办 就是你要给我钱也有困难 但是整体来讲 我们刚才讲到经营成长各方面 其实李强的喊话 其实还是代表了 他们自己未来的想法 他们觉得没那么差 他说百分之五的目标 还是可以做到 你们什么降依赖去风险 伪命题 你们这些政治操作 但是我觉得从整个环境的氛围来看 到底整个经济未来发展怎么样 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 房地产跟消费的一个情况 所以陈燕带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目前房地产 还是处在比较低迷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经济 我们回到台股的部分 要持续来留意了 我们说到这个暑假要到了 永年哥 每一年这个暑假要到 觉得游戏股都会特别的发威 在今天果然其实也是聚集人气 没有错 这是一定要的 你知道吗 不管是寒假还是暑假 你注意看 寒假 暑假要开始之前 他不知道放寒假放暑假 他才开始涨 放假之前他就开始涨 为什么开始涨 因为那个时候 所有的高中生 大专生 早都已经等不及了 早就已经开始 模拟在那边测试了 所以通常都会涨 然后涨到什么时候 在这边也告诉大家 涨到什么时候 通常是涨到放假的 寒暑假的中间 大概7月底吗 对 差不多在7月底左右 他们就见到一个高点 准备要开始往下走 这个变成利多出现 还没有暑假之前 就会先反应 对 一定会先反应的 这一次 其实今年反应的比较晚 今天才开始出现 这种喷出的走势 那么为什么今天 会出现个喷出走势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看 因为7月份 会有两个游戏展 两个电玩展 第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游戏市场 它随着这个板号审核 开始松绑了 这个很重要 因为之前一直被绑得死死 其实他在前几年 都经历了这个寒冬 游戏产业非常的发展不好 对 因为他控制得比较严格 但现在开始要松绑了 现在松绑了 松绑了 所以当地最大的游戏展 叫China Joy 会在7月底登场 所以像志冠 大宇芝等 这些台场都积极的 开始抢劲了 像大宇芝今天还拉到掌停板 那么台湾的 这个更重要了 台湾夏日电玩展 三年没有办了 经历过疫情期间 这个疫情三年 根本没办法办 对不对 可是今年三年之后要开始办 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那会不会人山人海 你有没有去看过那种电玩展 那种 是可怕你知道吗 因为年轻人 每个都耐挤耐甩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这个是以前的资料画面 以前的画面 真的是人挤人 我认为今年会更挤 对 因为已经隔三年都没有办 对 三年都没有 所以他要在7月中开始举办 所以岩调机构也指出 我们现在台湾手游市场 已经逆势成长为全球前五大的游戏市场 我们才2300万人口 现在躋身全球前五大 你就知道 以人口比例来讲 我们这真的很恐怖的 成长力道惊人 对 法人当然也 刚才我们也表示了 所以我们是法人是不是 法人表示 暑假是游戏产业的旺季了 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所以两个游戏展要展开了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这些的游戏股 像星象 传奇 志冠 大宇之跟橘子 我们今天介绍两党 一个是橘子 6180是橘子 其实橘子的走势 最近的走势 它看起来并没有这么的强 可是我为什么会介绍它 因为橘子它不只是做电玩而已 它还有做资安 手机资安 防护信号 对 它有做资安 还有做一些什么数位行销广告 所以它不只是做单一是这样 所以它的市场 它就有点像八爪张鱼这样子 散开来 所以它会比较稳一点 它这一次推出 樱桃小丸子的手游 这个可能会很得到小孩子的喜欢 如果是父母亲的话 我如果有孙子的话 我也会愿意让他玩这种 比较安全的游戏 但是在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它前一波的高点 看起来它是有机会突破的 因为它现在做了一个圆湖底的形态 那么只要成交量能够逐渐的放大 它是有机会的 另外我们看大宇支 大宇支这也是周K线 大宇支它很凶悍的地方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 这是周线 今天一根涨停板这个拉起来 它就整个突破了 它为什么会这么强 第一个 它在印度7月份 它有推出一个掠夺者手游 它是采用预先登陆的 预先登陆人数已经达了多少了 260万 260万 差不多跟台湾的手游人数差不多了 而且第二个 它投入AI游戏研发 所以它现在九个专案 都是用AI的在自动生产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 7月14号到16号 台湾有夏季电玩展 台湾有夏季电玩展 然后接着大陆的电玩展要登场 它因为7月27号到7月31号 中国大陆的电玩展也要展开了 所以我觉得7月份你如果真的说 像现在AI的股票你不敢追 或者这样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游戏股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好 请教永年刚 除了游戏股之外 其实在暑假我们说到磨刀祸祸祸的 是不是还包括生技股呢 因为它也有亚洲生技大展在7月 对 其实我要这样讲 这个亚洲生技大展 其实也在台湾登场 它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技展 所有的国际的这些生技专家 创投还有海外的客户 都会来台湾这个参访 那最主要是什么 大家会看医美 还有保健食品业的 这个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注意的 就是我们明年1月就要选举了 对不对 就要大选 那么从第三季开始 这个行情 股市的行情 就有可能会从资金行情 上半年的资金行情 到下半年可能会就转为 选举行情了 选举行情会动打些股票 他们政策概念股 对不对 那生技也是政策概念股 对 你看下一任的 下一任的这个 不是下一任 对不起 参加竞选的 有几位是医生 两位医生 对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候选的里面有两位医生 对 没有错 有两位医生 对不对 还有一位是当初 他也考上了国防医学院 可是没有去读 跑去读警大 警察大学的 所以有两位伴的医生 所以你可以看 你说生技股会不会动 我觉得应该会动 所以可以注意的什么 像是神龙 像是美食 联合 药雅 以及台药 这些股票你可以看 到5月份的营收的年增率 还在大幅度成长的 除了神龙之外 其他市长都大幅度成长 对 像梅池林 都在三到五成的年增率 这个成长率都很高 当然他们所生产的产品 是有不一样 可是由这一点可以 我们从基本面可以看出来 当大家在上半年的表现 不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在基本面来讲的话 其实生技还是不错的 以台药来讲的话 台药我记得我以前介绍过 这一支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今天又拉涨停 直接喷涨停 看的时候怎么会这么凶悍 结果发现他下午 会办一场法收会 所以他就上来了 当然他另外 除了法收会之外 其实他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他从第三季开始 因为他有一些新的生产线落成了 所以他会有开始 他的营收 生产量跟营收 都会大幅度的增加 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这一家公司 它是在台厂的药厂里面 它是很少见的 一条龙式的生产 所以它整合研发还有生产 它是一条龙 这都没有问题 它有一点像是鸿海 它是做那种代工的 它是全程代工 它帮你设计 帮你研发 帮你生产 所以这个在台湾是很少见的 所以它的业绩 是比较稳定的一档股票 另外美食 那就不用讲了 它的业绩 这大家都看得到 它的母集团 Evergon 它直接贯注它的资源 就说好 我的通路通通给你用 所以它为什么 它的业绩能够成长得这么快 最主要是这个因素 其他的我们可以看 四月份以来三大法人 买超了7932张 所以这只股票 它今天刚刚突破了 一个下降趋势轨道 如果接下来的两三天 它如果还能够继续涨的话 这只股票还是可以注意的 好 刚刚有年隔 但我们看到 随着暑假 马上就要到来了 包括生计股 还有游戏股 都是值得做留意的 不过我们也要来看到 其实在科技业的部分 半导体产业的美国制造 现在也寄出了新的力度 要请教赵丽 原本我们说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其他相关的供应链 也会跟着去 但是因为会有 双重课税的问题 所以也导致很多的厂商 他们就会开始想比较多 可能也影响到他们的意愿 不过现在美国商务部 他们有释出了 这样一个利多消息 有扩大补助 对 没错 我想美国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它当然没有对于 它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的部分 来进行补助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次来讲的话 它的晶片法案的一个补助 其实它扩大了 来到不管是它的一个化学品材料 或者制成设备的一个部分 都进行补助 美国的商务部长 他透露大概有400家有兴趣 来进行补助 秋季的时候会开始开放申请 所以我觉得 假如是这样做的话 其实整个产业链 相对上来讲就会比较完整 厂商也会比较有意愿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会想 对台湾哪些企业会有帮助 其实你看一下 比如说做汉塘 凡轩这一些 不管是设备的 无程式的 当然它假如去了美国 跟着台积电去了美国 它不只接 它假如又可以申请到补助的部分 当然它不只接台积电的单 它搞不好接英特尔的单 它搞不好接三宋的单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它也成本来讲的话 也会有效的一个控制 其实我跟大家讲 比如说台积电 假如没有获得到补助的话 其实它在美国制造 美单位的晶片的成本 大概比台湾多50% 你说多50% 成本多50% 加拿大跟德国的部分 他们已经签署了 避免双重课税 所以他希望美国也赶快进行 可是他也讲 美国的进度 其实很缓慢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我相信美国应该 看到像加拿大 像德国这样子 已经这么迅速的去完成 我相信应该速度会加快 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 其实日本半导体的一个 制造装备的一个协会 就是制造设备的协会 它说今年5月份的时候 其实半导体设备 这个是指的设备 设备的销售来讲的话 其实成长1.9% 已经连续4个月的成长 前5个月累计 其实已经创了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 YOY的部分来讲 以年增3.1% 大家看到这个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日本是半导体设备 第二大市占率的 它是全球大概除了美国之外 它第二大 它占了30% 所以设备开始 已经来到了历史最高 是不是代表整个半导体 开始复赐 对 没错 就是说他认为设备 他觉得明年来讲的话 也会再创新高 他认为更认为2030年 他认为整个设备 半导体设备的部分 有可能成长两倍 设备的金额 销售的金额 所以其实他是蛮靠 半导体设备的这一块 他认为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国家 不管日本 不管欧盟 欧元区 或者是美国 台湾也是一样 一堆的半导体 都在扩充他的一个资本支出 所以我想长线的部分 是没有疑虑的 只是短线上 他也有提到 刚刚讲的是设备的部分 他讲说假如晶片的销售 我叫晶片销售 不是晶片设备的销售 大概今年YOY 大概-10% 明年YOY大概可以成长11%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 明年的预估大概跟去年差不多 因为今年衰退10% 明年付出11% 其实差不多 就补回来 这是晶片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所提到的这几档股票 不管是樊宣 汉堂 崇岳 或者是新云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四档股票 就是在最近股价都蛮弱的 对 其实只有一档 相对上来讲比较强 就是新云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三档股票 被点名到的这三档 有收回台积电供应链的股票 其实你像樊宣好了 樊宣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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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涨上来之后 突然之间回档修正 你说樊宣的 他的基本面好不好 肯定不错的 因为他去年EPS已经11.34 配息5.67 预估今年EPS还是会成长 以现在来看本益比 大概10倍到11倍 那你一定会很怀疑 涨上去之后 为什么就摔下来 其实我跟大家讲 短时间就是这样 短时间的题材 重于你的中长线的基本面 中长线你要看基本面 可是短时间来讲的话 股价反映的部分是看题材 你说星云为什么比较强 因为它是Co-Wars的部分 最近大家都在炒Co-Wars 没错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是这样子 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涨到这个地方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概涨了一倍 最近也是在整理 对 现在也在整理 我觉得假如说 就中长线来讲的话 其实你像樊轩 汉唐 崇越等等 这些受惠于美国的 一个制造的部分 我觉得拉回来是可以留意 因为它的本益比 相对上来讲 都是比较低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彭博报导说 美国财长叶伦 在7月初会访问中国 那么美中之间的关系 开始和缓了吗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我们看到彭博报导说 美国财长叶伦 计划在7月初 要访问中国 他要跟中国的 新任财长何立峰 来进行第一次的 高层经济会谈 波停号比较奇怪 是看似美中关系出现和缓了 在这个时间点 却传出说 那么拜登政府计划要对 拟定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对华投资的一个限制 所以现在美中关系 到底是如何 没错 其实布林肯才刚回来 那感觉上一次的会谈 老实说感觉 好像也没有谈成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冲突 所以这一次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跟中国新任的财长 何立峰的会面 就让大家十分关注 到底在美中之间 至少在财政上 会不会有一些相互的互动 尤其你刚才所提到的 这一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的一次小组会议 已经拟定 可能会执行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针对中国 不管是科技相关 或者是私募 或者风险投资相关 可能采取一些限制 我们都很清楚 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 虽然有很多的企业 它是强迫要以 核资的方式来做经营 可是它已经陆续 开放一些管道 比如说像是特斯拉 特斯拉就是美国独自来做经营 同时间它也大举的开放 美国的一些投行 直接进入到中国 进行相关证券的业务 比如说高盛就是其中一家 在中国具有极大利益的投行 所以你看为什么去年年底 高盛这么看好中国市场了吧 但我们至少可以承认的 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美国想要脱钩的意愿 算是蛮明显的 至少在过去几年 它的脱钩是有步调的 从欧巴马时期刚开始发现 到川普开始比较激烈的抗争 一直到拜登时期 它是联合整个团结联盟 来尝试对中国来进行 有效的组合以及前置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得出来 美方它是有主动脱钩的意愿 脱钩的目的在于 让你无法弯道超车 我们都很清楚 中国政策 以前过去有一个双超政策 先抄袭再超越你 那抄袭的唯一的要点 就是一定要在你后面 比如说跟在你后面走 你在前面左拐的话 我就跟着你左拐 就可以确保我不会走错路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 美方把后面的这个红绿灯 给拔掉了 你不能再跟着我的车了 所以未来我是左拐还是右拐 在科技领域的部分 你已经追不到 你已经失去它的技术的源头 那美方的利益是这样的 那中方的利益呢 中方的利益就完全 就不是要脱钩了 我们讲说脱钩的反应词 并不是要亲近 脱钩的反应词 是让你无法脱钩 简单来讲 你刚才看到 我们调到的特斯拉 或者高盛 都是中国主动的把美国企业 进行中国经济的捆绑 或者说苹果的设厂 让你无法离开 整个中国经济体 所以值得观察的要点 是两任财长 他肯定会针对美国公债 以及在过去两年到三年 大量的人民币 因为贬值 人民币最近破七了 而且贬值加盟 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人行是不断的抛售美债 有没有可能双方达成 某种默契 来帮助美债的价格 能够重新指纹 你看美债过去两年跌那么多 为什么 第一是利率再生 第二 全球市场都在抛售美债 其中最大的一个抛售者之一 就是中国市场 中国为什么要抛售美债 他不一定是完全 为了要去美元化 很有可能是因为 人民币一直扁 人民币一直扁 他没办法 他为了要稳秽 只好抛售美债来买人民币 但至少我们可以观察到 财政部长 肯定会针对美债的问题 还有金融监管的问题 来做一个更多的思考点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真正让美国比较焦虑的 是中国的GDP 如果按照过往几年的 增长力度来看的话 2030年应该就可以 达成完全的平衡 那其实时间线已经很短了 基本上就是 五年到十年以内了 你看到在前几年 2000年 2000年五年 大概中国的总GDP 占据在美国 大概就十分之一不到 可是在2015年 已经达到一半 在2020年 已经达到了三分之后 所以他超越他 因为毕竟人口数比较多 可能是迟早的事情 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在近年来 把中国视为 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最大的敌人 19年以前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 但中国现在已经比俄罗斯的威胁 还要来得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方向 但是到底会具体怎么影响到 实质资本的移动 光是政府间 之间的谈判或者信任 它基本上是无法主导的 你最终要看 外资怎么看待你们之间 美中的进额的关系 我们看得很清楚 其实在过去几年间 外资针对整个中国资产的策略 已经算是蛮显著的 所以美国想脱购 欧洲也是吗 欧洲最近也有这种感觉 本来美国在跟中国的贸易 稍微比较冷淡之后 中欧之间的交易贸易量 其实是有显著上升的 但是在最近 中国欧盟商会 6月21号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 由于中国经济疫情之后 复苏是法律的 加上一些反戒铁法 等等相关原因 导致很多的外国公司 对中国市场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有一些信心的上市 那我们基本上 直接从数据图来看 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外资到底 现在是怎么看待中国市场的 我们都很清楚 未来全球要复苏 中国市场 股市 或者说整体经济状况 一定会好 它还是最大的终端的出口国 所以未来复苏的话 中国经济一定会好 但问题在于 你复苏你经济好 有代表我会把大量资金 投入在你本国本土 我们去从FDI 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 来做观察 那你可以观察到 有趣的现象 红色线是中国市场的 外资之间的流入 那么橘色线是亚洲市场 但是不包含中国 我们先看一下 亚太地区的部分 从2021年以后 老实说中国的FDI 它就在一个 显著的下行格局 那问题来了 你说20年到21年 是因为疫情 大家的资金突然断掉了 可以理解 当时亚洲地区 也有非常显著的下滑 但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最近流行中国加恩 就是除了中国 还要多设立其他场序 亚洲地区 已经开始有显著的上升 开始往上 中国地区还在下滑 这就说明外资的态度 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仍然是全球 非常重要的经济制造大国 但是不代表 我会把大量的资金 投注在中国市场 所以这个趋势 老实说 它也不是一年两年之间的事情 但至少从亚洲资金的流入 中国资金的流出 看得出来 全部的外资 针对整个亚洲的战略 其实产生新一轮的布局 也就是中国加一 中国加一 中国加二 中国加三 加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会考虑完全脱钩的问题 不过我们说到欧洲 跟美国 都希望跟中国大陆 要脱钩 不过真的有可能做得到吗 尤其是AI的部分 现在也被视为 是美中之间的下一个战场 AI现在席卷 全球各个产业 可以取代的工作 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甚至对媒体 都造成了影响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我们说AI人工智慧 现在席卷 全球各个产业 而且他取代的工作类别 可以说越来越多 尘业 包括媒体 还有包括像是一些娱乐产业 都受到影响 对 这个是香港电台 天气主播 就是AI做的Darling 所以叫Ida 你看他筹备了三个月 包括整个头像 表情 声线 还有口吻 我其实有事 很认真的去看了这个影片以后 实际上我觉得 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他的五官 其实太细致了跟你一样 就太细致了 就有点美过头了 所以当然因为可能我们先入为主 我们就知道他是AI的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点点过头 但是你知道用AI当主播 因为其实天气主播 他所要传达的内容 比较固定的范围 对不对 所以流程 整个节目流程就加快 而且24小时 重点还是不用请代班 他也不会请假 就一直这样子 比较是固定的一个播宝 所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好像是天气主播先 几乎我看到几个电视台 都以这个为主 比较不会有突发状况 对 因为你很多新闻性的东西 可能有突发状况 然后你看这是印尼的主流电视台 他推了三个主播 这三个实际上 如果我不讲是AI 你可能很难认为 就是说如果我不讲 你说这真的是吗 这个像是真的主播 这个真的很像真的主播 而且重点是他们真的有参考 这一位纳迪拉 就这一位 他其实就是参考 印尼非常知名的主播 印迪 就是完全仿造他的形象去打造 你会看到为什么他三个主播 因为他们印尼有不同的族群 所以如果你特别哪一种 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好厉害 会讲英文会讲印尼语 英文跟印尼语 这样的一个方向 不只这样 不只主播 你可以想象女团吗 你看这个是AI女团 M-A-V-E Make a new wave 这个差点要念错 你知道他MV第一支出来 点阅率238万 大家知不知道她是AI女团 知道 So what 你知道而且他不只 大家知道是假的 但还是很想看 你看他参加MVC音乐节目录制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还可以追星 也就是说他日常 我看他还什么 什么到篮球场去做运动 各种生活面 你知道颠覆 因为在我的理解 AI应该就很假 很数位 对不对 可是他还有日常生活 你可以去追 然后你等于再参与 他整个过程的互动 像真的在追星 还有包括练舞的过程排练 日常生活 当然这四个 我一直在想哪一个 就在哪一个比较好看 后来发现奇怪 都长得一样 这几乎就是韩国他们标准 就是你刚才讲大眼睛 瓜子脸 对不对 鼻子很挺 差不多 当然这个未来 也有可能未为风潮 我也在想粉丝见面会怎么办 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真实的互动要怎么见面 实际上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趋势已经成型了 你看德国知名画报 他说AI要取代部分编辑工作 编辑应物文字编辑 照片编辑跟校对 这以后都不存在了 其实这有时候AI 甚至会做得比真人还好的工作 当然最近他们重组 可能还没有包含到 整个AI失业的人数 如果真的进来以后 媒体会不会未来 只剩下这些所谓的AI 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 大家看我们节目 应该还是比较有真实感 因为我是真人站在这 而且AI不会像你一样 会讲笑话 对 重点是不会惹主持人生气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的是 AI现在入侵的新闻界跟娱乐圈 不过我们说到AI的发展 它也的确是一个趋势 不过在最近AI相关的股票 在涨多之后开始出现回档了 接下来要怎么操作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在先前领军台股往上攻的AI族群 照例在最近开始出现回档 但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历史的本益比 它其实还是蛮高的 那么这个时间点应该怎么操作呢 对 没错 我想在台湾的相关概念股 当然最近也拉回 其实最主要就是美股的 这些AI的相关概念股拉回 当然连最强的NVIDIA 其实都拉回 NMD更惨 NMD是一发表新品完之后 股价当天建高之后 几乎沿路盘底 Muffel的部分来讲也都是一样 你说博通等等 这些股票其实也都拉回 重点来的 短线上因为就是这个波段涨太多 当然过热 它容易产生拉回的一个情形 可是真假AI你要分清楚 AI的长线的趋势它不会改变 有些长很多的 当然你不要去追 假如是隐藏版的 当然你可以留意好 你看一下今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世新KY的部分 尾创就是要入股 私募世新KY大概0.94% 虽然比例不多 可是重点是它也看好 所谓的AI的 IP这一块 音业打的部分来讲 也是相同的状况 我们举例四檔股票 你比如说像金像店好了 这种就是白马股 白马股就是说你随便Google 你都可以找到它的报告新闻 一缸子你知道吗 伺服器 它的应用占比大概50% 你看这一条是季线 股价已经长成这样子 你说你敢追吗 当然不要追 你看到NVIDIA这么强 都已经拉回秀的 这种你有可能就要再等一下 等拉回来 另外的 你比如说像鸿海的部分 这个也是白马股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不过我觉得鸿海还有机会 因为毕竟涨幅相对上来讲 比较落后 另外的旱雷的部分来讲 就第三类半导体 其实台亚已经上来 旱的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大电流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所谓的在AI 或者是充电桩这一块 其实也都是现在的主流 所以美系外资 还把它目标价往上 105 对 那华晨的部分来讲也是一样 其实它有除能 现在其实说真的 你只要跟AI有关 你只要跟除能有关 基本上本益比